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首很有趣的打游詩 我覺得如果說董事長現在在追蹤大樓裡面的話 也可以聽聽看 這完全就是員工的心聲 小生生 爸爸靠 開超跑 趙士濤 街附星 公司島 苦員工 罵罵號 全部人居在這邊只有一個目標 林家 家大 業大 我相信在這棟中泰交響群裡面 應該不只一戶的資產 大值基本上就是林家 買了非常多的房子跟店面在這邊 附近甚至有林家投資的牛排館 我們都知道 還有你有30台超跑 今天也象徵性的擺出了超跑在這邊 買超跑這麼容易 面對員工卻這麼難 這個員工是非常不公平的 11月22號至今 我們從來沒有親眼見過林醫生先生 也沒有親耳聽到他對員工的一句抱歉 或願意補償的任何隻字片語 所有的閒商在跟劉東銘執行長談判的時候 條件永遠都是要經股東會同意 要經董事會同意 請問股東跟董事在哪裡 都住在這棟中泰交響群裡面 但是你們卻不願意出來 那沒有關係 今天員工都聚集在這邊 我們就等你出來 等你出來願意面對我們 我們在這邊已經排好每天一百多人的輪班 我們就來等 看你什麼時候願意出來面對這些勞工 在你住在豪宅 然後住在一些落大的客廳裡面 看著見識 翹著腳喝著紅酒的時候 這些勞工是餐工度數 要在這邊 自備三餐 飯糰 麵包 礦泉水等著你 我看你什麼時候有良心願意走出來 過兩天 12月14號 就是我們第二次強制協商時間 在這之前我希望林明昇董事長 你可以有一個交代給員工 今天你不要員工 你淘擠員工 把員工當成免洗塊 現在我們就將這群免洗塊 全部聚集在這邊 看你什麼要對我們 什麼時候要對我們做資源回收 什麼時候要對員工做最有效的待避用 或是什麼時候 要拿錢出來買這筆帳 他住在這種百坪的大豪宅 擁有30台跑車 可是他遂於陪他所做空難 盡心盡力的勞工 卻是這麼的吝嗇 我們希望 他今天是一個企業的負責人 就該有負責的人的樣子 不是把這些勞工丟在外面 棄之不顧 這些人 跟著你打拼了這麼久的時間 你應該要趕快出來面對他們 而不是躲在自己的家裡面 裝作一切都沒事情一樣 如果你有心站出來 我們彼此面對面談 拿出最大的誠意做好溝通 林民生董事長 我們再一次最後最後就向你喊話 員工不是免洗快 請你出來解決 林民生 快出來 快出來 人工不是免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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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